其實英雄不怕出生地 勞工朋友出生 當大老闆的所在多有 來看看這個泰國的第二富豪 曾經是首富 現在變第二富豪 搬運工變九王 怎麼做到的 對 真的有夠厲害 他出生在泰國的一個華人家庭 十五歲 因為家裡很窮 以前到泰國到南洋去打工 我告訴你 都散到幾個 十五歲就去酒廠當搬運工 但是十五歲的孩子到酒廠 他除了搬運以外 他竟然會想說我要當老闆 他從這個酒廠搬運的過程裡面 去發現製酒的過程 好像非常簡單 那個技術並沒有很高的門檻 第二年1960年七歲 他自己就自立門戶 開了一個小酒廠 就是賣什麼 賣啤酒 他發現啤酒不管窮人富人 都喜歡喝 大家可能很奇怪 馬來西亞 東南亞很熱對不對 太熱了 酒是怎麼喝的 喝啤酒最好 他們都要喝的 尤其馬來西亞回家都禁止 結果在馬來西亞任何一個都市 都有一個特區 可以進去裡面喝 但是抽的水比較高而已 然後經過二十年以後 他慢慢的發跡以後 他在1988年還收購了一家 叫做紅牛的一個酒廠 然後他這個時候除了啤酒以外 包括湄公盒威士忌 他的一個品牌在泰國是第一名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還沒有成為首位的 真的首富 不然是1991年丹麥的加世伯 他本來在馬來西亞拿到第一名 想要進軍到泰國的時候 他要找一個人合夥 但是泰國他裡面有一個最大的競爭的對手 就是荷蘭的海尼根 海尼根是第一名 所以他就找上這個蘇董 那蘇董就跟他合作以後 就建了酒廠 但是他也很厲害 因為他人家就看 我跟你合作以後 你到底怎麼來搭配我 他要求所有進威士忌的 都一定要進加世伯 他有夠感興的 結果工廠就蓋很大 因為人口六千萬 六七千萬的人口 蓋很大以後發現 賣相路不太好 剩下的產能要怎麼辦 他就跟那個加世伯說 我們來合作 我跟你說你的價值有太貴 因為你是高級的 我們來做比較秀的 結果就做一個叫做象牌啤酒 那加世伯也想 對啊 我在歐洲有一個大象啤酒 大象啤酒 我就自己做一個比較便宜的 結果象牌啤酒 大象啦 怎麼說 他來在酒前分加多一點 老同家的朋友要喝 結果你知道2019年象牌的啤酒 他賣了七億公升 七億公升喔 你知道加世伯賣多少 一千七百四十萬 差那麼多 差太多 所以他現在是說 我跟你講 原來你是利用我的品牌 在打你的江山 結果二千五年 就直接的單面要跟他解約 他還賠他1.2億美金 所以就這樣子 你說首富賠 沒有 加世伯 加世伯賠他1.2億美金 還賺這個 所以2018年 就成為首富了 但是我們說人 有時候千算萬算 不得就提一位 這次這個疫情 真的很多首富就被拉下 真的我跟你講 你整個會看這個空名堂 因為首富他有兩家保險公司 這次不是疫情嗎 我們台灣不是 還記得五百塊的保險 確診可以賠十萬的 不一次呢 泰國一樣 泰國十六圈裡面 十圈就賣 你知道泰國六千九百八十萬人口 有賣保安的三千九百八十萬 他們怎麼敢賣 五百塊拿給你的個資 要給個資就對了 而且確診的比例全世界沒那麼高 哪有知道Omicron傳染那近什麼 現在泰國人說 你沒去到是現場的 知道什麼人有到 快去他們家 快點 整個口罩 整個三口都放回去 跟他怎麼親密接觸 你意思就是說 我沒看科北保單 我防疫險可以拿回十五萬 是啊 全世界有這麼好賺 五百變 十萬變 十五萬 他們最高到二五萬 你知道他有兩家的保險公司 一家就東南保險公司 一家就泰國保險公司 四月缺清盤 清盤 已經倒了 他賠了八十一億 他賠了八十一億 但是我相信 蕙明你現在看不到 這後面 事情都多大 你知道嗎 現在有兩千幾個 已經二月確診 但是公司沒辦法賠了 還要去保衛什麼 保衛他們泰國的保險協會 就是他們政府的機構 他們有保證吧 對 他現在不知道 你這兩家清盤了 清盤的時候 沒有 你什麼人要賠 政府出來賠了 對不對 就是保險基金 沒有 不夠 他們現在十六間的保險公司 就被政府遊說 這樣啦 不然你允許我 替五百塊好嗎 替五百塊太多 事情不是像共產生這樣 我已經賠十五萬 我想要賠你五百 他真的會賠 這事情就變世界的大條新聞 我跟你講 臺灣人比較pass對不對 對 臺灣人寧願不要拿到保險底賠 也不要得Omicron 不 我們現在台灣就出一個外公 他們家四個人 一個人在四張 一個人在四張 我主要十六張四個都丟 這不是說王瑞德他們家嗎 不是 我不是這種人 我跟你講 八千塊 從我二十八變百六萬 他們現在正是正常一樣 但是現在這個PO出來 也有人鼓掌 說 經濟這麼賣了 這麼賺錢 比做國標更好 但是也有人說 大家也不要這麼賺錢 對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們看我們的節目 就要長知識 當時他們也不知道 說Omicron 傳染速度那麼近 不會輸在 雅島 不會輸在 撒倒成兵 現在他們 他們泰國人為什麼 你知道 故意染疫 他就是一定 要去賺錢十萬 你三千到八十萬 一個人 十萬剛才四挑 我跟你講 不要說十六千 百六千也到 真的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發生這種事情 本來想說可以賺錢 結果反而是 慘賠出場